这表演个难一点的 这个难度数量比较高 憨小婷被称为九球天后 丁俊辉被称为斯诺克一哥 一点不夸张地说两个人撑起了中国台球的辉煌 曾经两个人出道可以说就是巅峰 被很多球迷称为金童玉女 因此曾经也被传出绯闻 当时很多球迷认为金童玉女彼此之根之底 还有共同的话题 应该能洗劫连理 创造出更加厉害的台球一代 为中国台球天后 潘小婷出生于1982年 是中国职业台球花式酒球打法选手 曾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 潘小婷在1997年接触台球 最后深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凭借着自己的天赋与努力 潘小婷成为中国台球界第一位 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的选手 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无数荣誉 潘小婷因此被誉为中国九球天后 在台球领域享誉全世界 潘小婷自幼接触台球 她从小展示出了非凡的天赋和热情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 潘小婷打斯诺克 但后来转战九球 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问我成名名职业台球运动员要花多少钱 我还真没算过 我今天就以我的个人经历来给大家算一下 我从一个普通女孩到全国冠军花了多少钱 作为现任练球 第一套球杆不用特别好 按现在的市场价格来算 打杆一根200到2000就差不多了 现任以上的打杆 基本上都会给你配一个备用钱节 开球杆 跳球杆 杆包 巧克 手套 马甲 雨节 后期算一下 一共多少钱 潘小婷在国内比赛中长期保持着不败的战绩 多次荣获全国冠军 他成为中国台球领域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的选手 同时也是九球世界冠军的记录保持者 2010年 潘小婷代表中国参加亚洲运动会 并赢得了金牌 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大满贯 而潘小婷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都是不逊色于娱乐圈的女性 在她爆火后也是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大展她精湛的球技 以及分享她练习台球的往事 一时间让她的知名度疯狂飙升 而如今的潘小婷虽说已经41岁了 可她却没打算退役 依旧活跃在她心爱的台球界上 还经常在网上分享她打台球的生活片段 她也成了一名网络红人 唯一让粉丝感到遗憾的就是 潘小婷到现在依旧是单身贵族 在感情方面还是没什么进展 按理说像潘小婷这种要身材有身材 要颜值有颜值的优秀女性 身边应该是不缺少追求者的才对 可为什么到现在她还是单身的状态呢 而这样的疑问 在看到潘小婷侧身的画面时 网友也是终于理解了 外界一直关心 小婷那个身边的那另一半是谁呢 然后就给你安过无数个人是吧 其实也向往 我觉得也不能强求吧 这个还是看缘分的 其实我一开始我会觉得 我开心 我就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开心 然后我现在有的时候会享受更多的 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我们可以看到潘小婷虽然年龄不小了 但她的身材依旧保养的非常好 一看就是有经常健身的 到现在身材依然保持的凹凸有致 容颜和皮肤也依旧像是二十多岁的女生一样 所以说网友都直呼这样的九球天后不好追 也不敢去追 此前 潘小婷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 透露自己的择偶标准 与大多数女生一样 潘小婷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有上进心 可靠 顾佳 孝顺父母等 最重要的一点 长相一定要帅气 友谊说一 潘小婷自己长相也不差 再加上她在台球项目上取得的成就 这点要求根本不算要求 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的潘小婷 年满41岁身价就高达8亿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女性 作为一个女人 潘小婷实在是太优秀了 不过太优秀也有烦恼 如今潘小婷年过41岁依旧单身一人 多年没有男朋友 这让潘小婷以及家人十分忧虑 潘小婷表示并不是自己要求高 而是太宅了 平时很少出席朋友派对 不过许多网友则认为 像潘小婷如此优秀的女人 很少男人敢主动追求 毕竟九球天后太耀眼了 你现在就是事业又好 然后长得又漂亮 球技又好 就像你这样的白富美 这个选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呀 其实我自己 我目前啊 我觉得以事业为重吧 因为我觉得 我对台球的追求 还没有到我觉得 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到你现在这个程度都还没有达到 你却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 要不然就多耽误终身大事啊 其实我觉得感情也是看缘分